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爛酒菜 我是Noray 那現在是早上的 大概9點半 等一下 錄完這一部影片呢 就先出門一下 那之後再 看什麼時候回來再錄 其他檔個股 我們這一部影片呢 我們就是要講這一檔 金義鼎 那金義鼎呢 其實以我自己的認知啦 對他好像是比較偏向於 就是 算是貴金屬類的 對那之前是有暴漲 那現在 就 等等就來看一下我怎麼去解釋 那我們就來 看一下觀眾有留言 這個 金義鼎 看好貴金屬 今年的價格 因為戰爭因素會上揚 貴金屬回收業會因而受惠 對那 這 講的其實都沒有錯 對都沒有錯 因為這個 烏克蘭和那個 俄羅斯在 打仗嘛 所以說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 烏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 治 先看好這個日期喔 2月24號 2月24號 依賴已經持續一個月 然後這是我剛查的新聞 說 昨天的嘛 3月26號發布新聞 所以我們記好這個 2月24號 對 等一下就是會 嗯 來看一下 2月24號是在哪一天 就是這一天 就是這一天 2月24號 當天呢 他的開盤 從 38.7 那一路 就 最高啦 是到 40.55的位置 對 其實 他在 這個戰爭這個爆發出來的時候 然後突然就拉一根這樣 然後也是爆了非常大量 38,839 之後呢 之後的一個月 剛剛講嘛 自 2月24號到 3月26號 就是 收盤是3月25號 對 自 這一個月以來 他在戰爭爆發的當天 變最高 那之後勒 其實就是 開始 不斷的修正 對然後呢 在3月22號 這一天其實看起來 以他這個拉盤的 這一個 方式來看 他是 比較偏向 故意 故意在瞬間拉到 40.55 前高位置 之後又往下砸 對 比較偏向故意 那我們看一下為什麼 比較偏向故意 我們切成1分K 然後來稍微看一下 3月22號 這邊這個位置 來看一下 這邊呢為什麼說故意 如果說有在當衝的人 然後 看到這邊這個位置 把它放到 這是 開盤沒多久的時候 有在 當衝的人 這是 9.00分 剛開盤 然後到了 9.5分 9.5分的時候 可以發現這邊是完全沒有成交 對因為呢 這一分鐘 他就是有 太大量的這個 買超的這個 賣的盤 然後 一次灌進來 那一次灌進來呢 他就是會形成 這個 算是 還展 撮合 那種 情況 對然後 反正在下一分鐘 9.6分的時候 突然就爆了2000張 然後呢 就一路 他算是原本是開在 40.1 然後一路就到了40.55之後就開始往下 橫盤 就是到了他 2月24號這個戰爭 開始爆發的時候到40.55 就受到一個阻力 當然我沒有在盤中看 這個40.55這個價格到底掛多少張去壓盤 對我不知道 因為 現在已經 贏過這麼久 那我沒有辦法在盤中去觀察到 但是你可以發現這樣子拉盤方式 他並不是說 慢慢的漲 而是直接 對不對 直接這樣子 灌在這個地方就蠻奇怪 他如果慢慢的漲 搞不好真的有機會去突破40.55 但是他是用這種 比較 不知道什麼 又快又急的方式 就是 有一種 想要套更多人的那個感覺 那就是 在這邊也橫盤很久 那橫盤很久 最終又往下跌 對啊 反正我的看法是 他這邊是有點偏向故意去拉 那當然他的成交欄 對 真的沒辦法跟前面這根 2月24號這根去相比 所以目前一定是稍微 比較偏弱勢 那當 時候 對當 時候 我忘記好像有講解 我沒有去查 當時候假設我劃線的話 我會從底部這個地方 然後花一條 連接這個位置 那花一條上 對那目前呢 已經把這個線給打破掉 這邊 有 戳下來吧 那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其實基本上如果說 你是用這個方式去接盤的人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 拉出去 大概10% 這邊都有10% 這邊拉出去 這邊買 那拉出去10% 這邊買 拉出去10% 都有 稍微一個 減碼 或是說到這邊的 好到這根好了 這個高點 因為這邊是比較籌碼集中區 看這個位置 這個上影線 然後這邊這個下影線 所以 基本上這個位置 就是連接的 123456 6天的 6天 都有人買的這個價位 所以說 當然這個壓力 是 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會把它視為是壓力 大概落在38塊 所以說在這地方買 然後這地方買 這地方買 這地方買 但在最後這邊買的 就比較 衰啦 如果說你最後 因為畢竟也是第5次 去碰觸嘛 然後呢 就反彈了 123 4 這4天 你賣掉都還是賺錢 但是第5天直接殺下來 所以這一根 我們目前 在往後面的 這個K棒來看 是比較沒有那麼準確的 稍微跟大家做一個解釋 如果說當下 我會怎麼去判斷 那他目前 我們會有兩條線的規劃 第一條線呢 從31.6 然後到這個 3月16號的 第一點 33.6這邊 劃一條上升趨勢線 再來呢 我們會從 30.95 然後 連接 算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 11月29號的 底部31.8 這邊呢 就是會 連接 對連接 那劃上來 為什麼會這樣劃 因為呢 就是 看起來 看似啦 就是 感覺好像這邊是有一個撐盤的感覺 對 這邊有一個撐盤的感覺 所以我也不確定 對但是 假設 假設這邊 疊疊疊疊疊 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或許可以嘗試 或者說 再保守一點 就是等待 下面這一條 對下面這一條 當然 我們現在畫起來這個 這一條呢 是第三次 第三次碰出應該都蠻有機會會有一波回彈 比較 大的機會反彈 那反彈啊 就一樣 的方式 假設拉出一段 可能好 5%好了 那就看你要不要 先行出場 那 假設他在回跌下來 假設好你買在 譬如我講一個價位好了 34.3 假設啦 假設好 那 就是說 呃 拉出去嘛 那拉出去 比如說到35多之後 那我就會設一個 智慧單 對 就是說掛在34.5 多少 然後 疊下來的時候 至少我可以把 我買進跟賣出的手續費 還有一些 交易稅這些 都cover掉 那最終我也不會賠錢 對 那當然你也可以需要去做等待啦 當然就是要看你啦 看你 呃能夠承受的虧損有多少 假設你能夠承受的虧損比較大一點 那我可能就建議你 或許 疊下來的時候在這邊去接盤 對這邊接盤 不過 呃以目前的格局來說 這邊都不是好的買點 我比較建議他這樣子 就是 往下去 去疊啦 因為 目前就看得出來說 40.55這邊 就感覺蠻刻意去拉盤 然後呢目前來 講一下他的壓力位好了 他壓力位呢 我就沒有畫三條線啊 那為什麼我畫這三條線 主要就是說 呃告訴大家說 比如說這個第一個點 那第一個點 第三個點 只是說這一條線呢 我自己認為說是 比較 準確的 就是說在整個盤勢裡面是 當初如果假設是我看到的話 這樣畫 那這邊這一條 下來這一條 是比較 沒那麼準確 但是他又去 又是這樣子去 走 這個走勢 只是這邊為第1個點 第2個點 第3個點 對是沒有那麼準確 但是他又是這樣去走 所以說 目前我們在畫說 54.7 那 一樣連接 40.5 這個高點 那 比較可以發現的是說 在他這一根 就是剛剛切 1分K 1分K給大家看 他是故意拉到這個位置 然後再往下砸 對不對 那隔一根 就是下一天的 這個 隔一天啊 隔一天他的高點 怎麼剛好是落在這個地方 就 感覺是有一個 實質的看到說他真的有確實把這個壓力 下降確限當作壓力 所以說我們這個地方也是到達了 第3個點 那因為我說第3個點就盡量不要去追會比較好 像這邊就是弄一個假突破 那所以 整疊 所以 你在3月23號這一天 跟 24號 25號 還有 22號 這4天去接盤的人 就真的 我是覺得 在我的 在我眼裡 就是 我就是不會去接 因為畢竟他碰到第3次 我第3次都說 他非常有機會 就是 一個假突破 或是甚至說碰到線就往下跌 他 突破的機率是 比較小的 那我們覺得說要突破機率比較小 比如說10檔裡面真的有2檔 突破 但是8檔 有8個 8檔股票 都是失敗 那為什麼 我們要在這個 比較失敗機率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去做進場 對啊 所以說 就是在理論上這樣講 那當然實際操作還是要看你 攤下的情緒 有時候 就是 你會在看盤的時候 反而 反而你會去追高 反而你會去追高 哇已經突破上去了 對 因為從這個39.35這邊真的 拉到了 40.5 這個是蠻可怕的 一段 軋空 對啊 就是這邊 一塊錢多 如果說假設真的在這邊去 空的話 就準備軋空 但是他確實 他是故意的 這邊比較偏向故意的 所以說 目前的格局 非常機會到達這一條 或是這一條 那 這條線呢 我會先看 如果說真的跌破 我才會去尋找 這條線 因為這條線其實他中間有穿 有被那個 就是 1月20幾號那天穿下來 就是在那個 台股封關之前 那幾天盤是真的很差的時候 他有穿下來 對 然後呢這邊反彈 就覺得蠻奇怪 因為 明明戰爭就還沒開打嘛 但是他卻提早先反彈 還是其實早就已經有人知道說 這個 是 外國 外資啊 我不知道這一段是外資買的 那大家自己再去看 就說 這一段 怎麼感覺好像 就是明明戰爭就還沒開始打 那 他在長什麼 對啊 他突然就是 也是前面先拉嘛 然後 到真正爆出來 戰爭打的是 2月24號 然後再突然 爆一個大量 然後收 紅K 代表說 真的很多人因為消息 而追進去 但是隔一天卻是 跳空開D 主力完全沒有演 他也不是開在這個地方 不是開什麼 是 他在他收盤價旁邊 40.35 他直接開D 然後殺下去殺一根 對啊 就 蠻奇怪啦 所以說就是 消息面的東西真的是 有時候看看就好 對看看就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這個 週限級別的這個 壓力線 週限級別壓力線 我們一樣先從那個 2020年3月這邊 11點 11.8 劃上來 然後連接這一個 前年的 9月28號這一週 那劃上來呢 欸 有碰觸到這個 第三個點 有稍微反彈兩週 兩週 那就又跌穿了 兩週之後在 後面的9月6號 跟9月13號這兩週 撐一下 看似好像要反彈 不過反彈不過 又往下跌 往下跌 所以 我才會說 假設我們真的在一個支撐買進之後 拉出去一點點 像這邊 他的最低價 這邊剛好 假設我們可以買在35.3的話 這邊拉到最高 40.35 這邊拉出10%的利潤 有時候啦 就真的可以出啦 或是說 像這邊也是蠻明顯的 可以出嘛 因為我就說 在 他反彈到 壓力位 這邊很明顯是壓力位吧 應該有眼睛應該就看得出來 這邊就是一個 下影線下影線 就是撐盤撐了好幾週 然後 確立他 灌破之後 他才跌下來 所以說 這一根 理論上你 抓10%的要 停損 停利 那 有拉到這個位置也是先停利嘛 這樣的話 他就算他跌出跌出去一點點 那我賣掉 好我這邊買兩張 一張賣掉 賺10%3000多塊 那這邊跌下來 賠一點點 可能最多 縮水好了 你就 稍微澳一點單 你可能就是賺2000多塊 這一筆單 你還是賺錢啦 你還是賺錢 而且 我們看也是週限級別 這個機會也 非常非常難得 對啊 好那目前的壓力啦 就是會看向這個 他上面這一根 對上面這個 然後呢 我現在才突然發現 我現在突然發現說他40.55 就是故意 就是拉到這個位置 就是 這邊的這一根 我們剛剛講 我剛剛 看盤都還沒發現 就是 有時候 看一看真的才會突然發現 所以就是 這樣子 好那 就是說 他的位置 我們就直接對應40.55 這個位置 就是說 他是 也是剛好 拉到這個區間 所以說 他目前有機會就是在 32點多 然後 到中間這邊開始 這樣做一個區間 那就是不知道說他會做一個區間呢 還是說他會做一個比較強勢的 上升趨勢線 上升趨勢線 這樣子 對 就是看他怎麼去走 這樣 那如果有興趣 或許可以嘗試在第三個位置 去做進場 不過呢 都沒有保證說 一定可以 勝利 那假設你是比較偏向 區間的話 那你可能跌到 32.5 32 33 32.5到33 這邊可能 再做進場 也是OK啦 也是OK 因為 不知道他到底怎麼去走 但是可以看到 這邊確實 從這個位置 拉到 這個位置 是一個 平行的 撐盤 那 這邊的40.5 我剛才突然發現 也是這邊的 壓力 所以 如果說你是看好 這一檔 他在戰爭的話 以目前的 情況來說 蠻有機會 是 不被看好 我自己的看法 是怎樣 那不知道 觀眾是怎麼去想 因為第一嘛 他爆一個大量 那大量比前面 都還要大 如果說他的量是 像 2月22號 然後 抵到這個位置 那我倒覺得 還OK 但是他在當周 其實就是 2月24號 拉出一個大量 然後就 灰點 我就比較 會偏向於說 還是等低階 你覺得還是有機會 那當然你還是等 低一點的價格 那你才去做成績 當然我 比較 稍微 沒那麼看好 說他因為 戰爭 而幹嘛 因為搞不好 真的再打一打 就結束了 對啊 除非再出現什麼 什麼消息 然後才會往上拉 因為他戰爭爆發 那天就跟剛剛講 這2月24號 這一天就 確實是被 往下壓 對好 那這一檔 金一零的 這個講解 大概就 落到這邊 那就是 如果 喜歡我影片的話 就幫我點個贊 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